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来县医院 贝壳烫伤了 我敲击键盘的手抖起来 立马从工位上站起来 架都顾不得请冲向医院 贝壳看见我哭嚎声震穿房顶 看见他的左手几个明黄黄的大水泡 左脚和腿上也红肿一片 我心疼得快要晕过去了 婆婆抱着小姑子的儿子俊俊 站在一旁紧张地念叨 还好没有烫到脸 俊俊在婆婆的怀里不断地扭动 婆婆抱得吃力 却一反平常地溺哀 训斥着俊俊处理好烫伤 医生要求留院观察 震通地要起了作用 贝壳不再哭泣 我抬头看向婆婆 婆婆主动回答 贝壳淘气 打翻了热水壶 我冷哼 是吗 贝壳打翻热水壶时 你在干什么呢 婆婆声音低了一点 我看两个孩子你也知道 俊俊太不老实 说着 婆婆又呵斥了俊俊一句 俊俊极不耐烦 做事要哭 俊俊是婆婆的宝贝蛋 平时摆依摆顺的 今天婆婆已经呵斥过俊俊好几次了 真是反常啊 我就怕婆婆只顾着俊俊忘了贝壳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婆婆还在辩解 我大喊了一句 别编了 就是你不管贝壳 我一会儿就回家查监控 女儿被烫伤这事儿 我跟她没完 我叫陈云 三十二岁 和老公吴明君结婚五年多 女儿贝壳四岁半 我俩工作稳定 在小城生活幸福 公公在乡下照料着自己的蔬菜地 婆婆则跟我们住在一起 帮忙带孩子 婆婆也挺好相处的 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可这幸福平静 自从小姑子无名利离婚 借助在我家告终 小姑子是远嫁 儿子俊俊比贝壳小半岁 俊俊一岁多查出来 有感捅失调的问题 据小姑子哭诉 南方不接受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也不愿意治疗 小姑子跟他吵了一年 离了 婆婆确确地看着我和老公 抹着眼泪 请请我们收留小姑子一阵子 她不住感慨 小姑子可怜 命苦 没上个大学 被男人骗 生个孩子又有问题 我特别理解婆婆 如果我女儿将来婚姻不顺 我也会心疼 再说了 小姑子也只是借助一阵子 工作落实了 也就搬走了 小姑子回来后 消沉了好几个月 什么都不做 婆婆直接领了照看孩子的任务 每天对小姑子是嘘寒问暖 端茶倒水 那小心呵护和满眼心疼 让人动容 我查过资料 俊俊这种情况 父母耐心陪伴非常重要 随着时间推移 也能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可是回家都三个多月了 小姑子天天行尸走肉一般 躺够了起来吃饭 睡不着就玩手机 根本不管孩子 俊俊非常难带 也不好沟通 每天乱打乱踢 闹得家里乱七八糟的 婆婆累得一下子 就老了十岁似的 我看不下去 委婉地劝小姑子振作起来 小姑子还没说话 婆婆就开口了 小云呢 明丽才离婚 心里难受 妈尽量看好俊俊 不让她破坏家里的东西 明丽足足在家里颓废了快半年 才提出要找个工作 婆婆要求我和老公 我和老公只好托人找 但明丽不是嫌工资低 就是嫌时间不自由 没有一个工作能干长久 我逐渐觉得明丽有点问题 且不说要养活一个大女主 独当一面 起码的独立生活总要吧 我提出疑惑 老公叹了一口气只说 还不是被骂惯的 随机我补充 她也不容易 我劝劝妈 让她慢慢地过度适应吧 俊俊行为有点不受控制 婆婆格外地可怜她不健全 家里每天断不完的官司 各种鸡飞狗跳 闹得我头疼 小姑子找了工作后 我想她该自己租房子了 我也同情她 可是毕竟不能影响了我的生活呀 我提过好几次小姑子和婆婆总能把话题引开 小姑子说 孩子这个样子她心里难受 要攒点钱去市里的专业机构 给孩子做一些康复的训练 自己没学历 工作不好找 租房子再花一笔 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呢 小姑子这招可怜 对婆婆是屡试不爽 婆婆立即就开始抹眼泪 求我和老公多包容 我还能说什么 就这样小姑子住了一阵又一阵 在婆婆的庇护和包容下 小姑子的生活慢慢正常起来 在一家超市收银 每天都出去上班 隔一段时间带俊俊去市里 做一次康复的训练 没有幼儿园收俊俊 婆婆每天照顾她 做饭和家务越来越力不从心 接送贝壳的次数也不断地减少 因为俊俊总是有突发的状况 难以控制 我也越来越累 以前做晚饭的是婆婆 现在经常回家什么都没有 我和老公饿得鸡肠碌碌 家里还没有几样蔬菜食品 让我烦躁不堪 有个周末 名利带俊俊做康复去了 我带着贝壳上兴趣课 临走前叮嘱婆婆买点肉和虾 结果中午回家 饭桌上只有公共送来的自家的菜 婆婆不好意思地说 生活费花完了 老公立即掏钱包 我却发现问题 这才月中 我们给婆婆2000块钱生活费 就花光了吗 家里吃菜几乎不花钱 这半个月 也没见婆婆买什么肉和昂贵的水果呀 一问一出 婆婆只好道出原因 全都补贴小姑子了 小姑子自己挣的钱呢 我语气极了点 婆婆有点不高兴 说漏了嘴 我都是拿自己的钱给她的 没花你们多少 老公立即查了婆婆攒钱的银行卡 公婆辛苦攒下的几万块 果然都不翼而飞 还用说吗 俊俊做康复的钱 小姑子的生活费 全是婆婆掏牢底给的 我随便一打听 小姑子上班根本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每个月拿不到几个工资 小姑子没钱就问婆婆要 婆婆掏光了老底 开始苛扣我们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 这未免太过分了 我不是不帮忙 但是也不能榨干老人 再榨干我和老公吧 我准备好好的跟小姑子说道说道 婆婆死活都不让 她认为小姑子就是暂时这样 孩子看病花费太大了 别逼她 晚上小姑子带孩子回来后 婆婆拉她进房间 我在客厅听得真真切切 小姑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骂 哭自己可怜命苦 摊上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还摊上个病孩子 哥哥嫂子工作顺利 自己一无所有 过了好久 婆婆红着眼睛从房间出来 悲痛地说 小云 当初我没培养好名利 现在还不帮她 我良心不安呢 名利已经很努力了 都会好的呀 我表示理解 孩子的治疗费刚交过 名利也在上班了 我和明君还要还房贷车贷 也没有多少的结余 最近生活费 我们一半 名利一半吧 婆婆尴尬 欲言又止 小姑子站在卧室门口 一脸冷漠 嘴角嘲讽地扬了一下 我知道婆婆不可能要 名利的钱 名利也没有钱 她交男朋友了 领到工资 就买新的衣服 化妆品 一点都不像一个 拮据的单亲妈妈 我不拆穿 毕竟婆婆和名利 没给我张口 我控制秧行卡就好 名利有了对象 婆婆特别高兴 还教名利瞒着孩子的事情 有了婆婆支持 名利更不操心孩子了 贝壳幼儿园放暑假了 婆婆一个人看两个 累得浑身痛 我中午休息 赶回去帮忙 给婆婆和两个孩子做饭 很怕婆婆照看不周 让女人有个磕碰 不是我小心眼 婆婆觉得 俊俊更需要照顾 对贝壳的关注和照顾 少得可怜 她对俊俊 那可是有求必应 从不大声说话 时刻陪伴左右 对贝壳只是捎带着看一眼 俊俊在家随心所欲 经常破坏贝壳的东西 贝壳每天都在跟我告状 但婆婆对女儿说 贝壳呀 你是姐姐 要让着弟弟 帮着弟弟 我叮嘱婆婆 把孩子看紧 婆婆不以为然 还觉得我自私 只顾着自己的女儿 不同情俊俊 这不放假还没几天 女儿就出事了 看着我发脾气 婆婆这才捏肉 说了真话 下午 俊俊吵闹着 要吃果冻 婆婆怎么哄都哄不住 贝壳喊了几句 想喝水 婆婆敷衍了几回 也没有到 俊俊哄不住 贝壳在安静地画画 婆婆看了一眼 就带着俊俊去买了 临走 只给贝壳说了句 奶奶马上就回来啊 婆婆离开后 贝壳自己拿起热水壶 倒水 人小力气失衡 水壶打翻 烫了手和脚 婆婆善善地说 分钟 我十分钟就回来了 谁想到她这么着急 我气死了 婆婆哪怕用一点点心 把贝壳放在眼里 也不至于让孩子受伤 小姑子和老公都来了 来得正好 我提出让小姑子 带着俊俊搬出去 婆婆愿意走也可以 婆婆和小姑子看向明君 明君捧着女儿的手不理他们 明君心软 也同情妹妹 一直都没有说过重话 现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正好帮她下决心 见明君不帮腔 小姑子和婆婆 开始了老一套 小姑子对着婆婆 又是埋怨 又是哭诉 婆婆泪眼婆娑地求我 今天是妈不对 我以后改 都怪我才让明丽生活不幸福 你们就帮帮妈吧 小姑子正对着俊俊说话 刻意诉说着艰辛和委屈 让人同情 我从同情里跳出来 制止了她 丽 明丽 够了 明丽不幸是真的 婆婆有责任也是真的 但明丽利利用婆婆 对她的愧疚补偿心理 自私自利 不断压榨婆婆 还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 我必须要让婆婆清醒过来 初中时 明丽得罪了校园里的大姐头 被几个坏女孩打骂欺负 明丽向公婆求助 公婆只当是小孩子玩闹 骂了明丽几句 结果明丽得了抑郁症 公婆不懂 还指责明丽矫情 上高中的明君知道后 才劝说 公婆要重视 但为时已晚 明丽休学一年 才恢复了正常 明丽初中毕业后 上了个职校 工作不顺 早早结婚生子 公婆自责没有文化 害了明丽 也不敢管明丽的事情 只求她能遇到好男人 平安健康 但明丽早就变了 她虐青怕重 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付出权力 她老公心疼她的遭遇 呵护被子 可明丽却觉得老公欠她的 天天作妖 以至于两个人的感情破裂 有一次老公跟她吵架 口无遮拦 怀疑孩子的病遗传明丽 被明丽婆婆知道了 一通追查 给两个人的离婚 加了把油 明丽或许 还是有心理阴影 但是她不愿意走出来 还把婆婆拉进去 利用自己的伤疤 不断增加 婆婆的负罪感 明丽那么聪明 从不跟我正面高 她只跟婆婆 示弱哭诉 她料定我和明君 不会拒绝婆婆的要求 在婆婆的无条件纵容下 明丽越发的自私 不但不考虑她人 连自己孩子也是不尽心 明丽听完我的话 恼羞成怒 大骂我没有同情心 欺负她病儿寡母 说这是婆婆欠她的 婆婆就该养她和儿子一辈子 婆婆脸色不好看 第一次没有帮着明丽说话 贝壳的受伤 明丽的狠话 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 我不指望 她们能够立刻醒悟 但是从现在起 我坚决不让明丽的自私 婆婆的无底线 影响到我的女儿 我对婆婆和明丽说 贝壳被烫伤 是妈的失职 但接下来 让妈每天给我赎罪吗 难道最重要的不是 积极治疗吸取教训 让事故不再发生吗 从此以后 我只帮自强自力的人 如果婆婆和小姑子 还是老样子 请恕我无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